就在公寓門口一名黑衣男子 惡狠狠拿起棍棒對著機車猛砸 每一下都勾勾的舉起手 用力揮棒一臉砸了好幾下 還以為他跟車主有什麼深仇大恨 不過警方事後調查 雙方根本不認識 不僅機車儀標板玻璃出現 明顯裂痕 車身更有多處的刮痕 而後照鏡更是直接被敲斷 就連燈盒也都破了 不能看出下手有多重 事發地點就在新北市淡水 附近是住宅區 有公寓也有社區大樓 還鄰近幼兒園 當天凌晨四點多 這名男子先去找朋友喝酒聊天 朋友再開車載他來這地方 不過對方失控砸車時 他卻在一旁觀看 沒有上前阻止 男子當時就在路邊捡起木棍 對著機車猛砸 聲音非常大 在半夜還有鄰居聽見操打的聲響 而在女車主出門上班的時候 見到這一幕煞得趕緊報警 警方巡線逮捕19歲的靈性男子 對於為何持木棍砸車 他功稱當時出門找朋友 但喝醉斷片了什麼都不記得 事後被女車主提告 毀損和恐嚇 但只有毀損罪 判拘役40天 警方上所謂的恐嚇罪 是必須行為人 對於被害人有現在或將來的 惡害通知 那本案被告在毀損機車的過程當中 並沒有對於被害人 有任何留下恐嚇的文字或言語 因此本案被告 並不構成所謂的恐嚇罪 看見愛車毀了 雖然現場沒有留下恐嚇訊息 卻還是讓人害怕 擔心被有心人士盯上 恐怕也讓有恐嚇翻譯的人 找到轉勞動的方法 記不記得 黃金國在曼星星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